另外看到台东市东49之一乡道与中心路一段路口 日前是发生机车与民间救护车的交通事故 当时民间救护车有载送病患 不料在路口发生碰撞 而成性歧视的腿部受伤无生命危险 至于整起的详细肇事原因仍在调查厘清中 台东市东49一乡道与中心路一段路口 日前一号发生机车以及民间救护车交通事故 当时民间救护车有载送病患 不料会在路口发生碰撞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 陈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中心路北望南行驶时 与张姓男子沿东49一乡道西向东行驶民间救护车发生碰撞 新台东警分局初步调查 陈姓男子骑乘普通重机车沿中心路北望南行驶时 与张姓男子所驾驶之民间救护车于入口发生碰撞 陈姓骑士腿部受伤无生命危险 详细肇事原因调查厘清中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 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及工程救护车等特种车辆 于开启警示灯及警民器执行紧急任务时 得不受标志标线及号制指示的限制 台东警分局呼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 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以及工程救护车等特种车辆 在开启警示灯以及警民执行紧急任务时 不受标志标线以及号制指示的限制 而民众车辆若听闻警号时 应该离让救护车优先通行 避免发生意外 这判罪于台东市报道 感谢您的电视机 请您的电视机